为了尽快地实现70%的国民接种疫苗的目标 自6月27日开始 政府开始对12至17岁年龄段的人群 开放疫苗接种服务 那么亚加达西部隔本杰鲁区的 全国儿童爱心基金会 也是从7月7日开始至7月31日 为年满12岁以上的市民 提供免下车疫苗接种服务 从6月27日 政府允许12岁至17岁的人群接种疫苗 我现在的位置是位于亚加达西区 隔本杰鲁的全国儿童爱心基金会 从7月7日到7月31日 这里会为12岁以上的市民 提供免下车疫苗接种服务 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全国儿童爱心基金会与特拉诊所 共同举办了这场名为 Icer vaccine的新冠疫苗接种服务活动 接种时间为7月7日至7月31日 从早上9点至下午3点 为12岁或12岁以上 成功在网上预定名额的市民 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星期一、星期天和公共假期除外 为了减少人群聚集 主办方设定了特定路线和一系列程序 主推市民优选免下车方式接种疫苗 并为步入或行动不变的市民 提供特定的帐篷和特定路线接种疫苗 这些都使得接种活动井然有序 没有出现人群聚集 活动负责人詹姆斯表示 该疫苗接种活动在网上一开通报名 四小时内就已经全额爆满 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 据了解该活动每天目标 接种人次为800至1000人 60%以上都是12岁以上的青少年 据一位前来接种疫苗的少年 Glenn表示 虽然接种疫苗时心里还是稍有紧张 但为了让印尼能尽快建立全民免疫屏障 还是决然的选择接种疫苗 对印尼方面的表現来在市场上 疫苗时尚在疫苗等下 在各方面的医期间 就是差不多 所以在香港医院的医院 疫苗时尚在医院 所以有助于指数疫苗时尚在医院 是指数疫苗时尚在医院 所以说出所以就能够在医院 虽然那些医院 就能够去找联系 对来 我们能够在医院 按照医院 会举办的活动得到了印尼卫生部 葛本杰鲁地区卫生中心和雅加达政府的大力支持 以助力政府尽早实现70%印尼人口疫苗接种的目标 美读新闻记者廖比林采访报道